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 你看这个 别理我 反正呢 至于嘛 不就是让你帮我带两次饭吗 怎么这么小心眼 就只是带饭吗 你看我这黑眼圈 天天在宿舍开黑 已经严重影响到我休息了 你还好意思说我呢 我上次买了一瓶化妆水 不知道谁说试用 这才几天啊 大半瓶都没了 我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奇葩的摄友 可以直接不用洗澡 然后躺在床上休息 他把那个盆放满了才来洗 而且全是那种灰色 白色变的灰色 换个新床 他姨妈来了之后 可能还会弄上 然后我每次就会说 我说你这是在跳舞吗 晚上 跳舞 他是不是没有用家常行测漏吧 可能睡觉太不老实了 最后的时候想办法 就是用那个安全裤 你知道吗 要不试试的 直接穿上 半夜喊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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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宿舍养蜥蜴 宿舍养蜥 对啊 养蜘蛛那些 经常半夜打电话 然后他要睡的时候 就不让别人打电话 比如说偷用室友的神仙水 往里面搬自来水 自己没用 过了半个月 我就会发现 就剩半天了 我就是比较乱 比较喜欢摆 站别人的地方 站别人的桌子 我纵横接踩十几期 头一次看见 吐槽自己的 半夜就是看一些什么 这些人也有大家一起看的 大马上学会 对男生来说 不算启发吧 可能还会吸引别人一起看 宿舍里可能会有那种老司机 就是特别会找 老司机 带带我 我有什么名字 清嘴 那些我 我就接受不了 什么清嘴 就是男童那种清嘴 我就接受不了 我钢铁子那种 你钢铁子那种 钢铁子 永远不会玩的那种 遇到这种事的话 一般情况下 会有两种解决方法 一种是属于委屈求全形 然后另外一种是 挂他的 我就撕你了 怎么着 你属于那种 分时候吧 如果说很生气的话 绝对是撕他的 不搭理他 搭理他 那么他已经 就是已经伤害到你 或者影响到你的生活 我没有碰见过那种 太严重了 所以一般不开心了 就不搭理他就完了 动嘴 现在动嘴不行 他肯定得上手了 那我肯定会直接说出来 我直接怼他 对啊 直接怼他 他都这么不要脸了 为什么我不怼他 不要脸了 别停了 电话给我 准备好了 3 2 1 开始 按摩 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了 欢迎关注我们的 新浪微博爆棚体育视频 微信公众号爆棚视频 记得给我们转发留言 点赞哦 爱心发射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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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